老师 你上一次说你想在床上尿尿 跳到床上去突然杀了一泡尿 你说是因为高处不认寒 爸爸可以理解你 对不对 随便你我可以在床上杀一泡尿 让你体验一下尿床的感觉 但是这一次你妈 你在这里面尿尿 你让我怎么打扫 用吸管给你吸出来好不好 好不好 这里是坊间 这里是阳台 你以后尿尿的时候 马上到阳台来尿好不好 你就再憋一下 你这膀胱不够用还是怎么样 你就再憋一下就到阳台了 就可以尽情的喷洒了 我要打死你讲真的 那是爸爸今天跟你讲个感人的故事 就是从前有一只猫 它要死了 然后被一个老奶奶给救了 结果他每天早上叼一只死老鼠 到老奶奶家门口 因为他觉得老鼠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所以这你妈 就是你在我床边拉屎的原因吗 是不是 我养你这么久 你为了报恩 让我每天走狗屎 你让我每天踩狗屎 是不是 如果你是为了报恩 老板你以后不要再报恩了 好不好 老老板 爸爸求求你了 如果你再报恩的话 我刚刚下班到家 我刚刚下班到家 现场一片狼藏 老老板 我说你妈你很尿尿 你都把家里弄成这样子 你还当作我面尿尿 你妈 你给屁 老老板你死定了 真的 爸爸今天绝对要了你的狗面 不打你了 等一下杀了你 老师你看你昨天把爸爸把枕头给叼坏了 爸爸现在要自杀 让你尝试一下失去爸爸的感觉 爸爸现在要死了 让你尝试一下失去亲人的感觉 爱一个人为什么这么痛苦 为什么 你刚快把我缝起来 我就不自杀了 老师你把我缝起来 我就不自杀了 我求求你 怎么呢 你养赞 你不能吃 老师你不能吃 小孩不能吃 这里面是韭菜 只有有女朋友的人才能吃呢 爸爸现在是大人 等你有女朋友 爸爸再给你吃韭菜 爸爸这两天 女朋友有点脱皮了 要补一补 好吗 你不能吃 爸爸吃了啊 这里面韭菜 老师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房子 等于要退租的时候 房东不一定让我们走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的妈是一条猜线队的狗 你知道吗 你是猜线队养的狗吧 你看你这狗鼻子 你看见没 你看这墙给你扒的 你不去猜线队上 都是对猜线队的一种侮辱 猜线队上 难过这一天三百 为什么 老师爸爸手里面有两块糖 你猜里面有几块 猜对了 爸爸又全部给你吃 你以为是改人的故事吗 这尼马是个恐怖的故事 你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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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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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斯加呢 是一个特别顽皮的狗 我们既然养了它呢 就要对它负责 就像它现在 不管怎么样 拉我的衣服 我都不会打到 就耐心的劝说 那是杀开 杀开 那是杀开 杀开好不好 你骂了个屁股杀开 听见没 你慌慌慌 我就喂慌慌 今天呢 给你们表演一个魔术 这是一条狗 一条活狗 活着的狗 看见没有 三 二 一 狗没了 看见没有 二不二没日报奔嘛 就像我一样 这个魔术表演的 还可以吧 啊 还行吧 滚啊 傻逼 嘿 拉斯 你有fistyle吗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个表演除了 颜色有点黄之外 这个表演还是很成功的 没有什么瑕疵 可以停了 可以停了 停了 很棒吧 刚刚给拉斯在锅里煮的鸡骨鸭 他妈的我玩手机玩忘了了 你知道吗 妈烧糊掉了 锅里一滴水都没了 哎哟 我的妈烧干净了 我套隐大意 你妈还能吃吗 那种 啊 呵呵呵呵 哎哟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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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